登台湾芯片票房冠军! 听张同兴奇标系! 进届上映首周,就在台美2的登上芯片票房冠军! 图于IP,2018409 电影进届上周末,4月6日,在美国上映,以5000万美元的亮眼佳绩,用夺冠军宝座,而在台湾也累积3300多万台币的票房,夺下芯片第一名! 该片不仅是演员约翰·卡拉辛斯基,出世提升的指导作品,更是他自导自演,且首度联手妻子艾蜜莉布朗的大银幕之作,两人精湛的演技颇获好评,更获得烂番茄的高峰推荐! 红星米莉是真正的听上演员!图于IP,2018409 片中两位彭星的演出,也令观众眼睛一亮,尤其是饰演女儿雷根的米莉,约翰·卡拉辛斯基受访时表示,我一直希望这个角色要由听障演员来饰演,因此米莉是绝佳人选! 她真实借自然的演出,你会打从心底认同这个角色,也能完全融入剧情之中! 由于片中幸存的家庭是用手语沟通,因而拍摄现场也醒来手语专家与听障老师,教导全剧组手语,艾蜜莉布朗说,游几场跟米莉的对手戏,看着她成熟精彩的演出,真的非常吓人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